大家好,有门子不是我 今天我们来好好的看一下 麦凯伦怎么去鉴别真伪 上次发了麦凯伦这个开箱之后 就有那个小伙伴私信我 想看看这个麦凯伦到底怎么去看他的真伪 上次我这粗略的说了一下 一些比如说很基本的 比如说这个玄盖可以有点点松动啊 因为房子它怕焦嘛 之后因为上一次我就想买这种荧光笔 但是目前物流特别慢 所以荧光笔还没有来 之后我就借用 我苦思运想想到底家里还有什么是可以有荧光的 我想到了老婆做指甲时候用的这个荧光的 一会儿我来给你们看看麦凯伦哪些地方可以用荧光的啊 对 颜归正传上次说的那个焦帽的话容易就是人家拔头 他这种这种头的话都是有点点可以松动的 所以还有到时候可以拿荧光笔照一照里面有没有焦水的痕迹 一般性如果有焦水的痕迹的话 他都会犯蓝光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麦凯伦它这个底部啊 它是有不同的高低的 你看这一瓶的话 它的底部还是不规则的 看到吗 它这一边会高一点 这边会低一点 所以它是不规则的 所以它是不规则的 你比如说这一瓶 它底部就相对的低一点 当然也有那些比较完美一点的 这底部 但这底部的高低的话也不能判别它的真假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看它的这个标识 嗯 这个标识 这个标识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拿一瓶真的啊 跟它两个放在一起看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标识 嗯 其实如果是做假的话是很难做的 之后对比一下就知道哪个是真的 因为如果是真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麦凯伦这个房子啊 里面 那个房那个窗子的结构 如果没有就是相同的麦凯伦 其实每一个每一瓶麦凯伦这个标识 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这个方位方位标志 不管是老款新款都嗯 差不多它的这种质感的话 你放在一起就可以对比出来 好 我我都要关一个灯 让你们看一下啊 它这个地方呢 这个小的这个麦凯伦的庄园 这个这个楼房它会变红 我我一会给你看一下 这个变成了蓝的 哎 我不知道看的清不清楚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麦凯伦中间的这个房子 它是红的 我这个肉眼看的话它特别明显啊 它这个是红的 包括它的 包括它的 后面 这个小有个很小的一个小房子的地方 它也会变红 看到吗 应该这个可以看到了吧 它是变红的 所以是真的这个麦凯伦的话 啊 都是会变红的 都是会变红的 在荧光之下 这些小房子都是红的 还有就是用荧光的 看一下这个底部有没有蓝色的 通常把它涂去后啊 它们都是会用浇水去黏 所以它很难很难动 左右非常难动 还有一个就是这麦凯伦 它那个后面 我给你看一下 有可能就比较轻松一点 后面它是有一排字的 底下 它是生产日期 看到吗 看到那一排的字吗 它还告诉了你 它的生产日期是 是什么时候 这个应该也是有的 看到吗 这个就很清楚了 看到 这是它的生产日期 这片也一样 它是后面有生产日期 OK 而且它这个麦凯伦 稍微会有一些些色 色者上的一个差别 可能在镜头里面应该也可以有点明显的看出来 对吧 麦凯伦的话都是 都是 是Nature Filter 而且是Nature Colored 而且是Nature Colored 它没有通过那个 非冷银 之后它也没有加任何的焦糖 让它颜色相同 所以 所以 这个也没有关系 这个瓶帽的话 它是泛珠光色的 非常漂亮 这个老鹰 也是非常细致的 那种 它里面书啊 这些都是非常清晰的 毕竟那么贵的酒 对吧 嗯 因为一般性的话 就是如果在国内的话 国行的酒 就是 都比较贵一点点 但 可能也会有假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要懂得去怎么去鉴别 最起码 比较低劣的做法 就一般性 就是你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嘛 但反正 听业界的大佬说 就是这种 1920年 21年的这个麦凯伦的话 相对的比较难一些 少 你假就少一点 因为 那毕竟你喝的人 目前还比较少一些 之后他那种 直接回收的瓶子啊 数量不够 不够像以前那么大 如果是老一点的麦凯伦的话 这个假的可能性 会更大一些 对吧 所以 反正 购买渠道非常重要 啊 宁愿就是 多看看 之后多问问 再下手 不要买了之后后悔 对吧 又退不了 那就是非常糟糕了 对了 啊 最好是还可以拿一个 这个秤呢 就看一下它的重量 啊 我们拿这个三瓶 试验一下 这一瓶的话 1629 这一瓶的话 1633 这一瓶的话 1634 所以它的这个 呃 一般性的重量 特别是这个 2020 2019的 都是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内 呃 1630左右 它稍微有几 0.0 几的那个刻度差 是很正常的 因为有些你看这个 这个瓶子本身 它底部还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太大的呃 嗯 度数差 你就应该要小心一些 好吗 好的 拜拜 拜拜